这上面写着帅气 从头发丝帅到脚后跟的那种 虐剧担当 我一直觉得我自己没那么帅 就是无关端正 只能说我现在十分的 get不到很多甜剧的剧本 所以可能大部分接的戏都是虐剧 如果有合适的甜剧 我当然也是可以接受的 只不过目前来讲还是 虐剧比较能打动我 对 王子写了一个评价是吗 吃饭很香 对吃饭有一种邪念 到了饭点不让他吃饭就会很生气 我肯定会很生气的 有一次在现场 有一个摄影老师跟我一起拍了两部戏 他拍第一部戏的时候 他的胃还很好 然后拍第二部戏的时候 他拍着拍着经常就胃疼 就往里梳 我就问他为什么 他就说他胃很疼 我们经常早上六七点出宫之后 可能下午两三点才放饭 但饭中午来了 所以他们每次和我们吃的饭都是凉的 时间长了之后大家的长位置都不好 自从那次开始我就说只要我有这个权力 我到底要我就要喊放饭 我也是为了所有人考虑 不光是我自己的权力 我眼里的自己我觉得时刻都需要学习 都需要进步 自己也可以越来越强大 也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越来越好 这就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想要和我一起认识更多视角下的我 那就锁定拍放派 让我们一起拍放吧 一直都是那个认真写歌做歌唱歌的人 对你说的没错 你说的是其他四位吗 哦 疯了 谢云峰曾经说过骨子里是个老年人 也没有到老年吗 这是老年之前吗 中青年 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很开放的一个人 也很喜欢探索一些从来没有探索过的东西 平常会做一些自己觉得很难去完成的事情 我们节目也比较相符相成吧 想要和我一起认识更多视角下的我 那就锁定拍放派 让我们一起拍放吧 笑起来很有感染力 气质很多遍 不说话的时候看着有些严肃 说话的时候很温暖真诚 整个人又有魅力 又很有梗 在这里本人回复 说的非常准确 那不用看 黄敬平特别热情细心 特别真诚 对我而言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朋友 情人 问怼人 他不是我的最少 就怼人 我们俩也不想上下吧 其实我觉得我是一个不太好 被定义的人 我是一个还非常多元化的那个人 想要和我一起认识更多视角下的我 都是比较准确的 我自己眼中了自己 好难 我很少思考自己 这是人生朋友快乐的一个秒招 加多一起认识更多视角下的我们 那就锁定开放派 让我们一起开放吧 事业小陀螺 连轴转好整顿职场的00后 对买下乐华有执念 其实还好 主要是想统一娱乐圈 梁天真 天真姐 顿感力很强 承受力比较强 不被别人的评价干扰 我只能说被干扰 也不可能在大家的面前 有点小懒惰 但最近在努力的健身跟减肥 想要和我一起认识更多视角下的我 那就锁定开放派 让我们一起开放吧